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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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的智慧的人都是依这个三位为体 那么由此可知 普贤三位的中有 你要不能修得普贤三位 华言的境界 你就完全没有分了 顶多呢 听听而已 像听讲故事一样 一丝毫的受用 你都得不到 你要真正想得到的受用 那你不能不懂 普贤三位 如其不能 至少啊 也得像彭基钦就是一样 你掌握到华言念佛三位论 彭基钦有这么一篇文章啊 华言念佛三位论啊 仅待黄念族老爵士有讲戏 这个讲戏也从诺音里面写成小册子了 这个是彭基钦 这个是彭基斯 他在华言里面所得到的真实受用啊 一华言三位论佛求生净土 这个境界也不可思议 这些无愧一代大善知识 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这九句里面第一句 清梁大师在诸节里面说 第一即是能知知三位 知是智慧啊 你怎么知道你有智慧呢 你能知智慧啊 这一类的三位 下面跟我们解释 为无愿念战差了 所以说 念念无差 那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 念念无差别 这个就是没有一念战差 后面讲的善巧智呢 是念念无差而不费辨之 这叫善巧智 这个是圆满的厚德之起用啊 圆满的厚德之就是无所不知 般若经上常讲 般若无知无所不知 般若无知那是本定 我们前面讲的主定 我们前面讲的主定 无所不知啊 那是眷属定 虽然辨知 确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三位就没有了 世间人 也确实有相当的智慧啊 也有相当的能力啊 你看今天科学家种种的发明 那不能不设施智慧啊 这种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之为 世之变从 为什么呢 它里面没有三位 如果里面有普贤三位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 所有一切发明 决定是利益众生的 决定不可能产生负责用的 今天科学技术 固然有一点便利 但是那个副作用太大了 副作用真正明显的威胁到 一切众生生死存亡 这什么原因呢 智慧里头没有普贤三位 是世之变从啊 没有真实智慧啊 真实智慧是从三位起来的 戒定慧三学嘛 三位是定啊 普贤菩萨入定 后面这个圆满智慧啊 才现起 经上这个意思 非常明显啊 我们想学 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学起 但是也不能不说说 在这一句里面 知三事念念无差别 这就是善侨智三位们 这个善侨智啊 这个善侨智啊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后得智啊 后得智 全智啊 无所不知啊 从这个地方起来了 起定了 起定就现这个境界 一出定就无所不知 啊 是他自己 平素 真修的 素养啊 以这个 修养的条件 感恩德社方 祝佛的加持 圆满的后得智 清凉讲的 辨知 那么这一句里头 最重要的 就是知三事念念无差别 这一句话里头的意思很深啊 金刚经上也说了 金刚经怎么说的 一切也违法 如梦幻泡眼 如路也如地 这个地方讲的三事念念无差别 你要不懂这一句的意思 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当然生不下来 你所生的 还是妄想分别之处 啊 一就是用你的意识心 来学华言啊 你没有立心意识啊 精文的奥妙 你无法体会的 再看 再看第二句 从之三事 从之三事 一切发界 所有微臣三位门起 前面一句能知 这一句所知 这一句所知 清娘讲呢 这叫能所一对 实实在在不容易 三事一切发界 所有微臣 花言经我们念到此地 也不算少了 没有看到精神讲 横火杀素 没有看到 讲这个数量大了 世界还未成熟 跟一般大臣精神讲的 不一样啊 这一步进 释迦摩尼佛说了 在当时印度 不能流通 一直到佛灭度之后 六百年 龙树菩萨出现了 这一步进的时候 流通的音乐才成熟 你要问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读这个经文了解了 小根性的人不能接受啊 前面 这个 讲经开始的时候 讲这一步进的当机者 发生大事 发生大事 凡夫里面有没有呢 有 有一类叫大心凡夫 他不是发生大事 大心凡夫 所以量大复大了 他听了 不会反对 他听了 能接受 如果我们有大心凡夫 这一步进 没有法子流通啊 这一种大心 这一种大心 就是经论就常常形容着 星宝太虚 亮州杀戒 有这样的大心 一展卷呢 自自然然呢 心心已相应 啊 啊 所以心量小 不能 学这个法门 啊 这个法门也开口 世界海未成熟 啊 有 知三世 念念无差别 善巧至 你才能知 三世 一切法界 俗有 微成 知道微成说 微成里面有世界 世界里头又有微成 你才真正知道啊 宇宙的真相啊 蠢蠢无尽呢 它不是一个平面 它是立体的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它是多元的 啊 自信的本体 得用 在这里形式 不思议的 泄脱境界 啊 这个限度就是大自在 大圆满的 境界 再看底下这一句 从心三世 一切佛刹三位门起 清梁在这里告诉我们 心广刹 刹土 确实 佛刹 是最大的 这个是世间人 无法想象的 佛刹 就是叶尊佛 教化点 去 大臣经上常讲的 三千大千世界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佛刹 一切佛刹 都有普贤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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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祝佛面前入定 华藏世界 这一位普贤菩萨出定了 他们也通通 都出定了 一起 一切齐 齐就是出啊 一个出定的 通通都出定了 第四句 重现一切众生 这是三位门起 这是新居处啊 清阳大师说 跟上面一句 和起来 这是世界 总敌一对 世界是总 众生的住处 佛 我们来现在的话来说 啊 这个 生活 活动的区域 是三千大千世界 一般众生呢 活动的区域啊 是他居住的所在啊 这个是很现实的现象啊 今天 我们的人类 算是相当聪明 发明了许许多多啊 这个高科技的技术 啊 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 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 可以 遍及 这个区域 啊 这个区域是地球啊 现在还没有办法 到地球之外 其他的星球 那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啊 那么在科学技术没有发明的时候 生活活动范围很小啊 啊 啊 确确实实啊 这古人常讲的 老死不想往来 真的 住在这个乡下 一辈子 没有进过县城 他的活动范围啊 就是他居住啊 那几个村庄 啊 方云没有超过五十里的 真有 而且很多 那是他的这些 现在交通便捷了 啊 所以有人说地球素小了 啊 变成地球村了 真的 一点都不错 啊 既然变成地球村 村民的关系 就非常密切了 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 啊 科技的发展 也不过最近一个世纪的事情 一个世纪之前 科技虽然 启蒙了 但是 没有今天 这么样的便捷 一百年前 轮船 比帆船 那进步多了 啊 可是那个时候 从中国到美国 横渡太平洋 啊 坐那个时候的轮船 航海到美国 顺利 大概也要一两个月 啊 如果遇到大的风浪 可能要三个月才能到达 啊 哪里有现在 十几个小时就到达了呢 这在古人的时候 那你连做梦也想不到啊 现在人能做到的 啊 那么我听说 现在在发展一种快速飞机 速度 可能比现在的 这个 客机 要快出一倍 那么换一句话说 将来从中国飞到美国 大概只要四五个小时 发展的太快 啊 地球上的居民啊 观念上转不过来啊 转不过来 一律的心就会生起来 从一律再发展 就变成冲突 啊 啊 就变成摩擦 麻烦就来了啊 啊 如何消除 这种疑虑摩擦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密切往来 啊 啊 所以今天 观光旅游 这好啊 啊 啊 现在这个 卫星 电视 网络 传递讯息 这个好 今天 生活在地球上 不是局限的 一个小的地区了 啊 因此 我们要懂得 齐心动念 一定要为整个村庄 来考量啊 啊 不能为自己一个家了 地球是一个村了 一个国就是一个家 啊 啊 啊 再也不能说 只为我家 我还要考虑到邻居 我还要考虑我们全村的村民 这样才能够把一律化解 啊 争端 消灭 大家才能够过 和平 幸福 繁荣 互助 合作 美满的生活 这个要靠教育啊 啊 学籍里面所讲的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啊 我在讲习里面 也常常提到 等等能够 救这个世界 众生的人 两种人的 一个是 国家的领导人 一个是 电视广播的主持人 这两种人 有能力 挽救世界 也有能力 毁灭世界 都在他 一年之间 那为什么呢 缘 操纵在他手上 我们佛法讲缘呢 世间人讲 拳 大拳 操在他手上 吉凶获福啊 那就看他念头怎么转了 他的念头 要转成 念念呢 为整个地球村 作祥 天下太平 人民幸福 如果念念为自己家里这下 不考量到别人 灾祸临头了 当然要起冲突 冲突的根本原因 我们要知道啊 我曾经也说过很多遍啊 过去之间的冲突 其因在哪里 其因在家庭 夫妻冲突 父子冲突 兄弟冲突 族人冲突 再发展到社会的冲突 国家的冲突 这还得了吗 这是从行集上来看 如果更深入一层的观察 冲突的起因 根源在哪里呢 根源在自己 真正的根 就是自己 本性与习性的冲突 这才是根源啊 三字经上头一句 人之处性本善啊 本性的 本性是至善 纯善 这个善不是善我的善 善我的善 是习性 习性跟本性的冲突 这个麻烦大了 所以 如跟佛 知道这个 变根 孔拉夫子 跟释迦牟尼佛 就像一个 高明的大夫一样啊 为我们这些 云云众生 治病啊 他把病根找到了 知道这个根源 是本性跟习性的冲突 所以他们教导的 这个方法 是从 诚意 振兴 修身 从这个地方下手啊 但是要怎样成衣呢 必须要把烦恼断掉 各屋 断烦恼账啊 智之 是断俗智账啊 各屋是什么呢 乌 是乌 乌 你对于一些物质享受的欲望 你要懂得控制 不能放纵啊 一放纵很难受回来 很难受回来 所以 自私自利 明文利养 无欲六成 贪嗔痴慢 你要能断啊 你要有能力控制住啊 不让他犯烂呢 这个是狗啊 智之 是求真舌智慧 破锁之上 换一句话说 智之里面 他的教学的内容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你要明了啊 烦恼断了 或者是完全控制住了 智慧 智慧现前了 你的意才成 心定 啊 那个诚意 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三昧 诚意 诚意达到极处 就是普贤三昧吧 啊 啊 正心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念这一段就是正心 正心是诚意的齐用 佛法讲 佛法讲菩提心 菩提心有体有用 提示什么呢 佛在经上讲 智诚心 你看看 跟孔老夫子讲的 诚意 是一样的嘛 那 如将正心 佛法里面讲 菩提心的自受用 身心 他受用 大悲心 身心跟大悲心呢 儒家讲一个正心 啊 自受用 好德好善 立即立人 这是真心啊 然后才谈到 神秀了 这个自身的冲突 没有了 换一句话说呢 这个 本性跟习性 通了 没有障碍了 本性是善的 习性啊 也善 善我的善 跟那个本善的善呢 能相应 我们本身 现在讲是心理里面的矛盾 没有了 身心安落 身心安落 你在生活里面 自自然然呢 就是自在随便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这个 总结 佛法的 教会 里面有 看破 放下 自在随便 看破 看破 是自知 放下 是各无 看破 是破 俗智障 放下 是破烦恼障 啊 果然落实了 怎么会不自在呢 所以我们的生活 自在安落 啊 啊 随便度日啊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 你就会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了 啊 越清楚 越明了 你就越自在 你越看破 这一定的道理啊 如同诸佛菩萨 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 啊 所以 他叫无念啊 啊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念的是念众生 无念是对自己 对自己 确实是无念啊 念念为众生啊 行一行为众生啊 硬化在世间 这个身体是众生的 不是自己的 没有自己啊 身体在这个世界干什么呢 为一切众生 佛物的一个工具而已 这个工具 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罗 啊 利苦得罗 是从古上讲的 做呢 一定要从因上下手 因是要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悟 那就是要教学啊 教化众生啊 我们看儒 看福 都是现在人所讲的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帮助一些众生 断卧修善 断卧修善要深教啊 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啊 啊 啊 破灭开悟啊 可以用严教啊 异教啊 啊 断卧修善 天中在深教 啊 那么这三种教学 就是三种加持 啊 我们念前面念这段文啊 啊 社防 三世 一切祝福 啊 身家 口家 一家 啊 啊 加持 净虚空便法界一切众生 为他们做 得度的正常员 啊 啊 啊 这个得度 就是 是 破灭开悟啊 利苦得乐的正常员啊 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教育 是圣贤的教育啊 啊 是真正 是真正彻 是真正彻底圆满解决问题的教育 是真正彻 是真正彻 啊 我们说借着 大家容易体会 祝佛如来 是借着 啊 孔老父子 孔老父子 孔父子 也是借着 啊 再看看 这个世界上 东西方 啊 古老的这些 宗教创始人 都是借着 借着 必定 如实啊 啊 一定是从事于多元文化 借着 凡成圣的教育 他一生搞这个东西啊 这个里头 有大落在啊 啊 你看看 这些人 他们的日常生活 过得很简单 都是很辛苦 说明什么呢 各无的功夫 做到家了 决定 不会受外面这些五欲六成的诱惑 啊 才是明时睡 在他面前 他已经如如不动了 确确实实 身心世界 一切方向 啊 释迦牟尼弗 做得很彻底啊 得霸自在啊 啊 孔老夫子 出现在中国这个地区 都这个地区的 实现出 一个榜样啊 中国人能接受 中国人能够尊敬 释迦牟尼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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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体会到 佛法里都讲的 应以什么神得度 信什么神啊 随为献身 印记说法了 他才能受到效果啊 每一个地区众生 夜云 不相同 啊 生到这个地区 跟这个地区 都是有缘的 没有缘 他不会到这个地区来啊 夜阴 相近啊 现在 许许多多人 还猜不透 这个道理 看不清 这个四十真相 现在 必须要说明了 世界应援到了 啊 许许多多 这宗教的信徒 坚持 真神 人 只有一个 都以为 自己的宗教是真的 自己宗教所 奉的神明 是唯一的真神 这个见解 这个见解 这个理念 是正确的 没错 我啊 别的宗教 别的宗教 他们所重奉的神明 是不是真神 你想想 是不是你重奉的这个真神的化身呢 这一段事情啊 佛法里都讲得清楚 特别是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 重重无尽啊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里面讲 应以佛生而得度真 极限佛生而为说法 应以佛罗门生而得度真 极限佛罗门生而为说法 你从这个经文上 你就明白了 如果我们把佛这个字 解释为觉觉 意思就更广了 应以佛罗门生而为说法 应以觉者生得度真 极限觉者生而为说法 所有各个宗教创世人都是觉者 你把这个搞清楚之后啊 原来所有宗教是一家人啊 所有宗教所重奉的神明是一个真神 不同的化身 不同的化身啊 这个真神在佛法里面讲是什么呢 真如本性 在华言经里面称什么呢 匹努哲纳如来 匹努哲纳意思是 病一切处 匹努哲纳 这个真神没有形象 无所不在 无始不在 他跟社福王三世一样大 没有形象啊 能信一切现象 假如大家都有这个认知 宗教里面所有冲突没有了 化解了 才知道宗教全是一家人 耶稣是佛的化身 佛也是耶稣的化身 怎么说都一样 一切众生的 种种误会 都能够化解 误会化解 这些争端连着就化解了 冲突就没有了 彼此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净虚空便发解 一切种人变成一家人了 你说这多美好呢 这多幸福呢 这要靠 圣贤的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 才能达到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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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